OK,这个topic是walking in groups 我觉得呢,现在walking in groups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已经成为了在工作中 你能够,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了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呢,我觉得就算你自己可能会很强 你的各方面非常优秀 但是你还是很难做到各方面 所有的方面都很好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 别人总有比你强的地方 你就可以去跟人家互相学习 那么互相学习一起进步 这样才能够取得成功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在group里面工作的话 那么你可以建立比较良好的这种工作环境 那跟大家建立起比较好的这种工作关系 那么这样无论从你的心情 或者说是从这种工作的效率的这种角度上来说 都有利于你取得更好的这种工作的成绩 那么我觉得怎么样去处理这种工作关系了 我觉得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多看别人的长处 中国有句俗话叫三人同行必有我师 相信别人总会有比你更好的方面 那么就是去跟不同的人学习他们的长处 这样你就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第二点呢,从你自己的角度上来说 学会去共享,学会去分享 就是你自己有什么长处的时候 也要学会去跟别人一块去分享 然后去帮助别人 这样你就会建立更好的这种工作的这种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么第三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就是去学会尊重别人 学会尊重别人的选择 尊重别人的隐私 这样我觉得就算在观点不一样的时候 也要去学会理解别人 去尊重别人 我觉得如果咱们做到了这三点的话 我在工作中这种工作的关系就会处理的很好 那么你也就离成功更靠近的一步 OK,谢谢